人家能借钱第一个想到我 他怎么不让你借嘛 哈哈 说明心里还是有话的 满口餐厅了 想到什么吃什么咯 大米哥 开业也不叫我啊 你来了 什么选啊 这个做生意啊 我有经验 啊 我给你总结几点 这个低一点嘛 我就说这几点啊你记住了吧 老表吃饭这么鸡 吃饭就熟你跑得快 还是你这个萝卜 俗话说的好 东吃萝卜下次见 这个时候正是吃萝卜的时候 好珍惜哦 老表听说你一个习惯不好啊 我跟你说啊 想那么快干嘛 我话都还没说完 连胞哥 我跟我男朋友出去玩 借我点钱 好好好 我这个月刚发了两千九 我借两千八给你了 人家都有男朋友了 你为什么会做甜狗做渊狗 你懂什么 人家能借钱第一个想到我 他怎么不上你去嘛 说明心里还是有我的 哦 我倆来个男朋友可以吃哈 我男孩说带你去吃好的 大表哥这里没有了 去不吃啊 1300 2013 2013 2 再次不用我听说 儿子 小鹿 萝卜大概肯定吃过 但这个鸡萝卜 外里的朋友肯定没吃过 这是选用于我们湖南横延地标性的金嘉宁 黄泥萝卜 切条晒干 制作的香香辣辣的味道 吃起来也是嘎嘣嘎嘣错 不但没有苦涩味 也没有辛辣感 反而带着萝卜本身的甘甜 这就是我们家家的萝卜的特色 特别适合用来做早餐配粥 配米粉配面条 我们家也兼职龙家风味手工制作 没有任何的科技和防护剂 老人小孩孕妈妈都能吃的 而且还非常的方便 开盖机锁 今天绿东正式吃萝卜的季节 还在等什么 没吃过的朋友赶紧来算一单吧 哎呀风味吃萝卜的季萝卜 上海队的季萝卜 来喽 小鹿有点喜欢吃的包子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 嗯 一片煮半部分口汗 咦咦咦 小鹿 哥哥们 你们期待一久的鸡萝卜已经上架了 来看一下吧 虽然来的晚一点 但是这个鸡萝卜的品质还是一如既往的 吃过的都知道这个鸡萝卜吃起来水分足 口感脆 你没尝过呢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但是这个鸡萝卜的品质还是一如既往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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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把这个鸡萝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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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赶紧来上一代吧 就得准备小火车 就没吃啊哎 啊 你不是个厨具吃的吗 小的 嗯大表哥厨艺还是很好的 我们两个吃来来来多吃点 这个都是你喜欢的 嗯 吃啊 吃看看 来多吃点 你这是个好吃 我还客气 来 赶紧吃一碗 小菜有什么想吃 好不够 我们湖南被称为鱼米之乡 这款香辣小鱼仔 你吃过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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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你还没穿过的话赶紧试试吧 天这么冷就不能拿点露吗 年纪轻轻的还是不能 嗯 还没有三秒钟 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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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这不又是我洗碗的吗 哈哈哈哈 大伟哥我要洗碗了啊 过面的背孩子